Hello 今集要說的是Sherlock 第四季第三集的名字叫做The Final Problem 叫做第四季結尾 其實整集沒有重要角色死的話 我都覺得OK 因為我看的時候很害怕 因為你發現整集好像每個配角都排隊 搶著要死給你看 加上我這集看得比較慢 我身邊的朋友都看完 然後透露了一些觀感給我聽 類似一些想爆粗的 所以我一看這一集 我承認應該會有人死 或是有些地方會覺得很難看的地步 所以我抱著這個期望去看 我最後的感覺是舒服的 因為是沒有人死的 而說回Sherland Ford Sherland Ford小說是Sherlock和Minecraft的哥哥 他這次就變成了妹妹 那個妹妹叫做Juris 而Sherland Ford變成了青山 即是困住Juris的地方 這個改動究竟可以不可以呢 其實我看你怎樣看 如果你看多了Steven Morfett和Mark Gatiss的東西 尤其是我自己本身有看的 我發現其實Juris和Mark Gatiss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會很想令觀眾猜不到故事做些什麼 有時是有驚喜的 但有時就會覺得好像太為了令觀眾毫無頭緒的情況下 就特意把難題令到更複雜化地呈現出來 而他這次的一集 把Sherland Ford變成Juris的位置 我覺得是有少許為了妖遠觀眾去設計的 但如果以改篇的改篇 我覺得是OK的 沒有衝突的 但最後Rat Beer由狗變成人 我就覺得玩得太盡了 Rat Beer說它是一隻狗 最後它也是一隻狗 其實是沒有衝突的 加上我們之前一直見過幾次 在Sherland的回憶中 Rat Beer是真的一隻狗 現在你突然說成了一個人 我就覺得你好像特意去騙觀眾 你這樣說 牠不是人也可以 牠原來是外星人也可以 我本身是以為 Juris會催眠 是他催眠了Sherland 令Sherland 令Sherland殺死了Rat Beer 然後Sherland知道這件事 之後受不住打擊 所以就忘記了這件事 我本身是想這樣鋪牌 Anyway 他Rat Beer這條線 鋪了很久 由第三季開始鋪 SP又鋪 終於收尾 我覺得是OK的 還有我好奇 如果有第五季 第五季可以做些甚麼 因為第一至第四季 基本上所有伏線都差不多 在第四季結束的時候 都已經解釋完了 而先說回今集 今集我覺得頭半部分都OK 即是說Minecraft作為一個客戶 接著就說Yuris的故事 接著就說他們怎樣闖入Sherland 直到後來 Yuris被難題叫Sherland解的位置 我開始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問題其實是 我覺得出於對Yuris的角色的素組 我覺得她的角色素組 不能夠說服我 為什麼Sherland要玩她的遊戲 因為一開始 Yuris有個籌碼 她就說有個飛機 飛機裡面有個小女兒 飛機就是快撞 坦白說 如果你說要計算 你想玩這個變態遊戲 還是你可以撞 其實如果比起我 我是可以撞 我自己都這樣想 加上Sherland是一個 高功能 sociopath 她更加懂得計算 其實那架飛機是完全可以放棄 但是她在故事裡說Sherland是很困難的 究竟我是很想救這個女孩的 那樣東西我覺得無法說服我 然後第二樣東西就是 其實Yuris第一次殺獄獎 和去老婆的位置都算是可以的 去到中間是否釣了三個人下來 之後反口是全部殺死他們 我覺得其實去到這個點 其實Sherland已經可以不用玩了 Yuris是沒有誠信可言的 那你玩她的遊戲為甚麼呢? 之後他們還要不斷說 我其實很不想玩這個遊戲 但是我作為一個Soldier 那我就怎樣都要玩下去 但是我真的覺得 就算做了Soldier也好 Yuris也不會守她的承諾 其實真的沒有必要玩下去 我覺得在這個點 其實Sherland已經可以識破了 例如Morley其實家裡沒有炸彈的 其他情況下都可以識破 其實她知道應該不需要玩Yuris的遊戲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假的 今集不是有很多難題 但是你看之前 其實Moriatti也有一集 都是狂出那些難題 被Sherland去解決的 但是你看到那集 其實Moriatti真的有口齒 你解得到那條難題 那我就放人 人家不守規矩 綁了那些堅持出來 那我就殺人 而說回 今集終於是Moriatti出場了 我自己是覺得不夠厚的 是完全不夠厚的 而且她開始的時候 她是故意塑造到Moriatti是未死的那種感覺 即是她進入商業房 看到獄獎的人 然後她很明顯地說 其實還有三個人在裡面 其實她是故意製造到的時間 好像現在這樣 然後到最後才說 原來是五年前發生的事 其實Moriatti和Yuris的關係就是 原來Moriatti是一份聖誕禮物 我先說一說 她之前有個聖誕禮物是小提琴 她用了六年 她每天都拉 我就在想她不用換工嗎? 她不用塗蟲香嗎? 她不用換線嗎? 不過無論如何 其實我自己也有點好奇 那五分鐘去做了什麼 我在想 其實會不會那五分鐘 其實就是第五季的服飾呢? 其實我很想第五季 她無論如何都可以賺到Moriatti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 雖然沒有Moriatti 其實真的死得了 最後就是解謎 在墳場搬來搬去 就完成了這件事 我原來最後是要去Yuris的房間 我就覺得是隨便一點的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你完全不需要解謎 都可以想到的 我沒什麼好做 我的朋友就是浸死 不如去Yuris的房間看看吧 可以的 找到她之後 她就說 原來是這架飛機的女生 其實是隱喻Yuris的心理內心 是很想被人救的 算了 都可以了 但我真的覺得 其實Yuris是心理變態 她這個性格 扭曲到這樣的地步 會不會因為Sherlock找到她 跟她說 It's OK 不要緊 你抱著我 哭一哭就沒事了 就真的馬上沒事了 我就很懷疑這件事 她的正常絕對不會說是 跟你拉小提琴 跟你吹水吃餅乾 她的正常是會跟你繼續玩一些很變態 或者是傷害人的遊戲 而她最後真的很乖地 進去Sherlock 我不知道 很乖地 就像做一個妹妹的角色一樣 無論如何 最後沒有人死 也算是這樣 如果有什麼留言 也歡迎在下面留下 喜歡和訂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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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